從國以來,中午人對到翁仙姐的大體調很準中 也說起關關政的推動真不簡單 有時候,這關政者在在在世的時候 就已經選擇起關關政統議書 但是後來,加速也很不敢 為了要將這份大愛的情形提供給民眾了解 後悔的六十八月特別基盤一張起關關政的選擇多年 透過的行動局,讓觀眾來了解 在器官關政的選擇和意義 受到綜合、受到文化屬向影響 台灣人的人體器官關政並沒有好推行 就此病人,風雨嶼、紅花瓶也強調 不僅僅是要求大家對西歐老全市的關聯以外 以後也還需要進步的地方 那目前我們器官移植的登錄大概碰到兩個主要難題 第一個就是器官移植到病人身上產生的排斥作用 那雖然目前有很多的抗排斥藥物 但是這個藥物大量使用以後 還是會造成受堅證者身體的重大傷害 這是我們在醫界要去排除的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堅證器官的來源 那因為台灣人大概在死後大概還是想要有一個保留前師的觀念 所以一般堅證的器官的意願大概會大大的減少 經濟資料統計 台灣目前代有7000人佔在單臺百人的器官館證 當初援受死命 不過台灣每年所只有一百人同意館證器官 因此加強觀念選擇是特別重要 岸客瓶呼應又表示 器官館證可以援受百人的死命 而且館證者三丁親的家修 需要百人館證的時候也能擺在頭上 器官的堅證變不可怕 器官的堅證如果說有大器官的移除以後 大概有外科醫師大概會讓病人保留 外觀還是保留紅河 甚至會有美容讓他的傷口看不出來 病人外觀看起來還是一個前師的狀況下 那一個人的堅證 可能幫助了三個人四個人的 他的生命的重生這樣子 一二三 好 恭喜大家 好 恭喜大家 沒錯 器官堅證是沒有聯名限制的 器官官情的選擇機場部也能夠現場陷害大家的活動 而且各位行動局有這麼問答 來提供民眾參與的憑慈 記者在面前衝報道 有些的 有些的 谢谢观看